各位低端的网友大家好 这就是向左华的节目时间 没有认错人 旁边的是毛光 我就是黄韦国 今天这样玩意 亦配合习近平主席 低端人口清除政策 对低端的议员 我们当然是一煞无赦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 你见到我今天这么高端 是为这帮低端人士 低端议而称 大家明白 今天我们讲的主题 其实最主要是 一些国家眼中 一些低端的政客议员 都是清除的 低端人口的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高业和低业 就是借用 这个说法当然是 如果在电脑上 哪些是高业和低端的东西 哪些是高端的东西 哪些是低端的东西 就是说技术 如果借用到 经济上的高端工业 低端工业 现在不停借用 其实这个术语 永远都不是共产党的术语 共产党是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 中产阶级 这个中国共产党 就能拒绝了 借用人家的术语 因为它已经是 光挠才尽 怎样用到自己老祖宗的术语 搞不了 如果你说无产阶级 有没有搞错 無產階級是要被國企有錢人摧殘 所以用高端低端,低端,高端,低端 其實講高端低端,全國中國沒有低端過香港和澳門 黃振民說的是基本法,無論是澳門或香港基本法 其實包含在中國憲法裏面 所以一早就掩洪了,有所謂,紅色中國 其實包含在中國憲法裏面 中國憲法裏面寫了共產黨領導,所以共產黨領導才是中國 所以香港的命運是綁在共產黨的命運,很快 你未聽明白,他已經去到那裡 很簡單 既然這樣說,即是說共產黨是高端之高端 在共產黨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境裏面那些人 就是高端裏面的其中一部份 所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邊緣 由一部叫基本法去驅隔的,低端人口 所以低端人口,在中國是大家享受普選的 這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軟級以下是直接選舉的 即是真還是假就不要計算 然後軟級以上就是由這些直選的人大代表 一直這樣間選上去,就選全國人大 我稍後再說香港全國人大,真好笑 我不要說這麼多,我當你是真的 如果香港人為何不能夠直選人大代表 或者直選自己的特首和立法會議員 是要有一部份,說特首都不說,我口也臭了 這個人大831,你選特首可以,那就直選 不過在1200人裏面,是由所謂功能團體選舉 在這個功能團體選舉的市坑裏面 有1290,1200個市,拿到690,601個市市就行了 你知道是不是當作低端日後? 你們是高端,充分發揚所謂社會主義民主 是不是浪費時間了,阿哥 我先不要說,所謂高端人口低端人口之事 其實我今天想說,上個星期因為我們做不到節,我講不到 什麼叫高端,什麼叫低端,我沒聽過 我只知道有四端,人之四端 對,人之四端,人之事有四端也,尤其有四體也 這個萬子在說什麼呢?就是 測忍之心,人之端也,修惡之心,疑之端也 持樣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疑之端也 就是說,這四端是天生的 有四個倫理的看法或者價值的看法是天生的 每一個人都有的,就等於你有四體一樣 就是這個講人性本善,那個依據 是的,阿哥,我告訴你 如果你共產黨說要為無產階級打天下 然後助天下,就覺得在北京裏面那些 無產階級最差,裏面最差的人,你要趕走的 我問你,你有沒有那些四端呢?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那你就錯了 因為你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黨,這個先鋒黨一定是 即是寄託在這個無產階級那裡 你趕走這些無產階級,這個先鋒黨做什麼呢? 即是先富黨那邊,先富起來,是嗎? 那麼馬克思主義那部分一定不行 因為是不可能的,無產階級是最革命的 共產黨宣言最後一句就是,讓資產階級發抖罷 無產階級在這場革命裡,將會贏得全世界 因為失去他的鎖鏈,是嗎? 喂哥,那你現在共產黨在說什麼呢? 這個是金鏈來的,不是鎖鏈來的 那人家很簡單,共產黨不行 你說中國也不行,四端你都沒有 所以我就說,我講了 諸殺二端,驅逐低端,無四端之黨,萬惡之端 即是說,萬惡,中國是萬惡,亞勝,孔子下來便到他 人家說四端,你有沒有? 七眼之針,你有沒有? 是不是? 收戶之針,你有沒有? 慈揚之針,你有沒有? 是非之針,你有沒有? 沒有,那你還說什麼端? 你還說端傳媒嗎? 你還說端傳媒嗎? 直入廣告嗎? 阿哥,要收錢 是不是專團媒叫他搞?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收黑錢? 阿哥,說中國你又不是 說馬克思主義你又不是 你連習總也不是 中國文化家馬克思主義山的畸形儀也不是 對呀,收皮了 是不是 在這個黨裡面,無是非之 即是這個所謂萬惡之端 有一個黨員叫黃振文 這個叫黃振文的人 很爽面,大家都隔不中 黃振文這個人是什麼呢? 很簡單,聽說他在美國讀過憲法學 這個黃振文就見人講人話 見鬼講鬼話,在美國就支持民主 來到香港就好像一個奴隸總管 這個黃振文就說什麼呢? 就說,哎呀,各位 基本法不是一本憲法 它是中國憲法下面的一本地方法 地方法是要跟著中國憲法 我只是說中國憲法說什麼? 那麼多條,最重要的在哪裡? 原來在罪言那裡 不在證文的 就是四項基本原則 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我有一位黃振文 你是不是讀憲法的? 第一,我想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的制憲是怎麼制的呢? 你說中國憲法,制憲是怎麼制的呢? 話說1949年,有一個物體叫做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是嗎? 當時這個共產黨和這個國民黨打 這個國民黨想找共產黨笨拆 那這樣就怎樣呢? 就說他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 即是政治協商會議 所以他搞不定 到了共產黨軍事勝利都差不多到的時候 他又召開了另一次政治協商會議 所謂現在所說的政協 那就是一個共同綱領 我憲法裡面寫什麼? 我不說其他 我講就是說 所有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及國級政權的代表 均由普選產生 普遍而平等 他那不是叫普遍而平等的 即是說盡量做到一人一票 等量的票值 喂,你共產黨當日的江山還沒坐穩 那個屁股坐在鍋餐那裡很興奮 坐在火鍋那裡 你是跟別人說 喂,八大黨派啊 我們全部很公平的 普選產生啊 喂,到你坐穩江山 你先搞震反 震反縮反 震反縮反是什麼? 就是殺國民黨的特務 殺了一輪 到1954年你就改了 就是整個靈魂的核心 就是一個共同綱領裡面 講個權力來源 那個你改了 普遍及平等的選舉產生沒有了 是嗎? 你不是變起法嗎? 黃真文 阿哥 先去變起法 第二 黃真文聽著 我知道你知道 不過你不敢說 一直都沒有寫的 四項基本 原則因為共產黨都覺得面紅 在憲法那裡寫 就是在黨章那裡寫 在哪裏寫都好 總之叫反革命 是不會觸及一個問題 就是在憲法裡面 如果有一條叫做 中華人民共和黨的權力 屬於人民 如果你屬於人民的時候 人民不可以通過普遍及平等的選舉 產生各級政權及人大代表的時候 如何體現呢? 所以1982年修憲的時候 就加了一樣東西 叫什麼呢? 就叫做憲法罪義 然後就寫什麼呢? 就是四項基本原則 又講了什麼 馬克思、年齡主義、社會主義、 毛澤東思想 講了最最後什麼 就是 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就寫完了 很簡單 在憲法政文裡面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黨的權力屬於人民 和憲法罪言裡面 有四項基本原則 就是現在王振民說的一件事 其實是這樣 到底是罪言 因為政文是惡些 還是有人訪問 彭珍 就是當時的人大 到底憲法算不算數 當然算數 憲法裡面包括罪言 到底憲法第二條和罪言相對 相撥 即是黨大 因為法大 我自己也不知道 這麼難回答嗎? 是的 我也不知道 因為它是相撥的一個paradon 如果你說 這個國家裡面 有四項基本原則 必須遵守寫了一序言 其中一個叫做共產黨的領導 這裏就說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力屬於全體人民 屬於全體人民 屬於全體人民 雙輩 雙輩 因為共產黨黨員 現在最多是九千萬 有十三億的人 十三億和九千萬人 又是誰多呢? 即是我背豬打 所以 這個王振民第一次說 說中國憲法是錯的 因為為什麼呢? 是你共產黨去修憲 你一黨專政之後修憲 去用一個壞的鏡子 去照那個事實感 那個事實當然壞了 就是哈哈鏡子 沒錯 所以王振民第一個錯了 即是你講中國憲法 我問你 你制憲於何時? 你行勸於何時? 你什麼時候把權力交回中國人民 再講一句 他們是馬克思主義 共產黨 共產黨說什麼? 國家消亡論 在革命之後 因為還有資產階級的殘存 所以無產家必須一個革命的專政 但這個專政將會隨著生產關係的改變 即是私有制沒有了 以及生產力的發展 即是大家無需爭奪一些很稀有的產品而鬥爭 而這個國家機器復佔消亡 這個是國家消亡說 我問你很簡單 王振民 你這個黨拿了政權這麼久 現在反而專政越來越厲害 連律師都要抓 那你是哪一門的馬克思主義 不是說當無產家奪奪政權之後 隨著時間的轉移 無產家奪政權慢慢消亡 國家機器消亡 這個不是我發明的 是你的祖宗發明的 列寧發明的 是馬克思發明的 那我問你有哪一分子 共產黨 有哪一分 有哪一分 中國你也不中國 共產黨你也不中國 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國家消亡 學說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 和資產階級已經沒有了 是要將專政越來越少 現在越來越多 維穩費越來越多 那你說什麼 你也不知在說什麼 老實說 是否合格 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知不知道 對 很簡單 他這個說法是好笑的 你說那本憲法 是要包含香港的基本法 好 如果你認為是這樣的 那你需要什麼國兩制 需要什麼中英聯合聲明 需要什麼 在基本法裡面 你不實行社會主義 不好意思 一早就在紅色中國 紅色中國在這裡 紅色中國就是社會主義 那你在說什麼 你自己在基本法裡說不實行 一國一制 我選擇第一 第二 你現在實行社會主義 你現在實行國家資本主義 所以王先生就說 大家認下命 我實行國家資本主義 在一黨專政之下 是國家資本主義 那你香港實行資本主義 我這個最醜陋的 一黨專政底下 國家資本主義 就是一拍即合 在大陸有一黨獨大 資本惡 在這裡就是 林鄭獨大 是不是 很簡單 國家資本 很簡單 所以其實講憲法這個問題 我覺得 王振文還有一個問題 他是憲法學的專家 制憲的時候 就是說選人民出來制憲 即當時沒有國家政權 制完之後 那就要行憲 行憲的說法是什麼 就是你根據憲法的原則 去制定相關的法律 保證憲法的實行 那憲法是什麼呢 就是限制國家政權的權力 嚴格要它遵守 所有 然後 只可以由權力來源 就是說 由普及而平等選舉 底下行使的權力 如果不是這樣 不行 第二就是說 在行使的過程中 自己去定立各種法例 包括文法、刑事法 是令到大家之所遵從 那AAC即是叫法治嗎 是的 那你有沒有做過 有沒有做過 基本法殺人所這麼久 你在哪裡改了 以前講的法例 你經常說講已經不對 那你共產黨 四項堅持之下 你根本就是 共產黨領導是 核心的時候 任何反對共產黨之後 好像劉曉波一樣死了 就是說你是 你制了憲之後 你立了憲之後 你在行憲的過程裡面 你沒有制定相關的法律 去保障人民的權力 和限制國家機器的權力 現在是反過來的 現在是 就是錯了 搞什麼憲法 說什麼憲法 吃屎吧 吃屎吧 我一定不會叫舊死屎吃屎 有些難度說 不是 為權共 無謂殺了他 我覺得非常之 好笑 他也有說的 1982年12月4日 改宴 改宴 你改了什麼呢 取消 組織工會的權利 取消罷工權 這樣就可以了 反過來 就是走路 黃建文 就是浪費時間 對嗎 如果這樣說 就是 你看到 共產黨 說憲法是浪費時間 他解釋憲法 才會有現在所謂的DQ議員 各樣的事情 追求人工 澳門就是中置職務 蘇嘉雄說得很好 蘇嘉雄說 其實 你在這個 基本法那裏 不要說 如果一個議員 是因為 引起 因為有所訴訟 而是要 終止職務 其實是怎樣 其實他是 給這個權 給立法會保障 那個議員的權利 不是叫他 消除的權利 等於我們現在經常說 就是說 在這個一地兩檢 的時候 十條 是叫香港人 如果我們寫得不好 你有些權利 從想拿的 麻煩用二十條 是拿多些權利 而現在 停蘇嘉雄的職務 那個規定 亦都是 原本是保障議員的 就是說 你不可以拘捕了議員 之後 我拘捕了他 你不要讓他做議員 是要 議會的大多數 說不要 不是 黃偉國很好的人 我認識他的 你拘捕他都沒有用的 他繼續做議員 現在反過來 就是拿一條例 殺了議員 死了 是 哈哈 賤格 是嗎 你先口說給我 你自己說說 好 到我說 很多話可以說 喂 其實有沒有幾個禮拜前 李飛上電視 然後逼學生看 然後就是說 說到 還複佳 對 真的很生氣 李飛有100個 一百間學校 要看 焗焗的人看 看得看見 看得看見 你罵他洗腦 你知不知道共產黨怎麼和你玩 他弄了一個叫冷容的人 說明聽 不是冷容器 是冷容 你以為你在說什麼機器 冷容 冷容 話說就是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其中一個主管 即是說一些文獻的 大哥 這是九品司馬官 你知不知道怎樣 你說 你飛下來 這麼小的官 找一百班學生 一百間學校的學生 聽說話 是小孩子 不是 現在冷容級別更低 你文武百官 林鄭率領文武百官 奶鞋 歡迎這個冷容 冷容是什麼人 大哥 我不知道他是誰 冷容是誰 跟你開個黑色玩笑 你罵我李飛 刷就刷得肉酸 我應該還要你刷多些 找個更便宜 沒錯 更便宜 官階更加高 因為學生 沒辦法 回學 你想不想拒絕 你一定要聽 但是那些文武百官 包括劉兆佳 這種彈頭 在聽 劉兆佳根本就是彈頭 出賣香港人 最厲害就是他 英國佬 他又踩起屁股 中國人也踩起屁股 萬賊 就是 喂 好像李昂那本小說 台北鄉路人人插 現在香港 香港屁股人人插 就不太嚴重 劉兆佳 是吧 是吧 很簡單 那你很簡單 你說李飛那個很肉酸 肉酸些 不要緊 還肉酸也有 他叫雞 讓一個爛爛爛的人進來 還要你這幫青樓忌仔 全部出來賭你歡迎 我要你的記載最複雜的那隻出來 沒錯 見到要吐的一定要 不吐不收貨 你說 你說 我當你是記載 還沒算 全部 這個 劉香苑 由龜婆 開始到 倒水那個 全部出來賭你歡迎 一個比上一次 來更加差的人 你賭不賭 人狗多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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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簡單 現在林鄭 不關我事 DQ議員那些 我們沒辦法 人狗多賭 人狗多賭 全世界的政府 都可以因為公眾利益 去打官司 或者不打官司 去拿回人的錢 或者不拿官司 澳洲都有DQ議員 全部都說 不拿回錢 不好意思 DQ了 不拿回錢 因為他做了事 林鄭 你吃屎還是吃飯 你吃屎的 你吃屎的 兩賭 可能別人兩賭 講權能 有人在澳洲總理的權能這麼大嗎 黃金七八七十票選出來 在說什麼 不關我事 不關我事 現在很簡單 錢就是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說不拿的時候 那這個立法會的 那幫行政委員會的委員 憑什麼去拿回錢給政府 那個 林鄭很厲害的 很簡單 等於銀行說 撇賬 那些債仔 為什麼要拿錢去銀行 給誰 貪污 林鄭最厲害的是什麼 做壞事 不關我事 是梁君彥的 不關我事 不關我事 林鄭現在很簡單 現在共產黨做了兩件事 我向左邊弄一件事 很簡單 一眼看到尾 這個 就是 這個 孫悟空被人煮了之後 就是看了金星火眼 所有 共產黨最難做 就是最 糊糕的事情 就叫共產黨低級管理下來做 由他直接向香港人打幾巴 林鄭就站在旁 就不關林鄭事 林鄭做的是什麼 就是 專門去做交際方 到處走 去為共產黨 將香港做一批 國家資本主義搖前樹 最後的要前樹 你看他所有政策 最後的探戈 很簡單 沒錯 你看陸自居 全部都是 賺錢 很簡單 現在還有李慧琼 出來講 踢林鄭 他說 200萬之下的 找到 每年利得稅200萬之下的企業 退一半稅 你能夠利用這些中小企 為何不利用中產階級 為何不利用中產階級 為何不利用李嘉誠 全面減稅 如果你叫他們做全民退休保障 就沒有錢 不好意思 起到你的語言寫 就沒有錢 你幫幫助一些 照顧老弱傷殘的人 給一些雙錢 就沒有錢 喂 現在就退錢 給那些肥到蜜都穿不下的人 你不要跟我說中國 喂 這個 有餘奉不足 是有歪天理 他現在派錢 他覺得可以支持退錢 現在做好輿論 林鄭只有兩個任務 就是 繼續派錢 用政策措施 將公有的私有化 將私有的企業 利潤極大化 減稅 令他們賺多錢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搭過雞棚 就是為23條做過 吹雞的樓 很簡單 DQ了我們 包括我做 現在改議事規則 接著 第二步是甚麼 23條 如果 很簡單 就是民主派都要打一個問題 如果你覺得 一地兩件要大事去搞 其實一地兩件是甚麼 就是說 在西九的總站裡面 一個範圍裡面 實行全國性的法律 但是23條是甚麼 是全 在全香港無時無刻 實行一條最辣的法律 就叫國家安全法 喂 你沒理由不理 沒理由 沒理由還在說 補選 哪個選上去 如果 如果 這個 議事規則 失敗了 誰進去 沒理由 第二 我覺得 大家也要說 前衛健選不選到 山頂區 山頂區 真的浪費時間 山頂區的聽眾 山頂區就是 全香港最大的 有錢人功能組別選區 你跟他們說 你跟他們說 救了香港人 你不是傻的嗎 你給些精力去搞一下 說一下 13加3 說一下 這個 一地兩檢 再說一下 這個 修改議事規則 再說23條 很多事情可以說 你叫那些有錢人 全香港最有錢的功能組別住區 去給票 你就浪費時間 還有區議會 是的 浪費時間 張法亂了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以為自己在做什麼 那不是吧 真實話 很傷感 差不多 沒戲說 沒戲說 到年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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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去節目 老實說 我盡力說 其實很多事情還想說 突然跌倒 老實說 泛民主派真的傻了嗎 我覺得保選是應該處理的 前次見過的位置也是應該處理的 大約分輕重 你要告訴全香港人 危機最大在哪裏 在前次見過選舉 在那裏 星光陋陋 你不見到星光陋陋 到其他地方去派全單 喂 這個收過議事規則 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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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政治犯 還沒說 真是 老實說 算了 收皮 早點 先休息一下 雪卡給我吃 好 吃東西 給你眼鏡 好 我告訴你 我叫做 鵝月 我叫做鵝月 我叫做鵝月 鄭林 OK 好 好 時間到 拜拜 好 做鵝月 很厲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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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感谢观看